我抓到了 在闺女求饶 老婆子 快把我的笔墨雁台找来啊 来了来了 怎么忽然找起文房四宝来了 我从田里回来啊 看到牛二家贴了春帘 想起家里还藏了副去年没用的春帘纸啊 就打算拿出来写了贴门上 你看牛 老糊涂了 这春帘纸都藏好多年了 你的半文盲 每年都拿出来 每年都没写上字 我看还是让村口的张秀才写一幅嘛 瞎说 别人写的哪有自家来的好啊 老爷爷老奶奶 你们在干嘛呢 春帘啊 春帘啊 阿宝啊 你想听春帘的故事吗 老爷爷 我叫西西 孩子们 过来听故事啊 有故事听 快来 快来 快来吧 快来吧 春帘啊 起源于陶府 陶府啊 就是刻着神徒 玉蕾二神的画像 或名字啊 挂在门旁边 以辟邪用的 五代十国的一个除夕啊 后蜀国的老百姓啊 正忙着往门上挂新的陶府 漂亮 果然是我后蜀国画院的大师之作 要是能有著名的花鸟大师 黄泉父子的作品就好了 而此时的皇宫里 后手皇帝梦场 正如往年一样 叫学士在陶府上写画 百姓年年挂门神陶府 我年年命人在陶府上写画 挂寝室左右 今日我看了看去年写的话 觉得很没意思 皇上 学士们在陶府上写的 不都是吉祥话吗 大过年的多喜气 怎么会又没意思了呢 总觉得不够好 来人哪 把学士新银训叫过来 不一会儿啊 学士新银训 恭恭敬敬地走了进来 抱全行礼 皇上 今年的陶府 就由你来写吧 早听说皇上 对陶府上的话不满 这 这要我怎么写了呀 还站着做什么 去吧 是 臣告退 约某半个时辰之后 学士新银训进殿 皇上 今年的陶府画 这个 素作不公 还是朕自己来写吧 给 新年那一气 佳节好长春 好好啊 好好啊 上一句 新年纳鱼庆 说的是新年享受着 先代的仪泽 这下一句 佳节好长春 说的是 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人间 妙 妙 短短十个字 寓意吉祥 对账工整 而且把新春佳节四个字 巧妙的嵌在帘内 去磕了陶府 挂在镇的寝室左右吧 爱妃啊 我们去牡丹苑赏花 嗯 走啊 这是史上流传下的第一幅春联 第二年 荣华富贵 烟消云散 后周赵匡印 陈桥兵变 王宝加身 成为了宋太 皇上 太子弃军逃回了成都啊 逆子 王昭远呢 皇上 剑门失现的之后 王大人出逃在东川 已被宋军抓获 宋军远来是不能久 请聚兵坚守 以敌制啊 这 我父子以风衣美食 仰式四十年 一旦遇敌 不能为我尽一点心 现在要顾守孤城 谁会卖命呢 王府库请降 倘若 早听了爱妃的劝 历经图治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君王城上 书响起 窃在身宫 纳得之 十四万人 倾卸甲 更不一个 是男儿 然而 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啊 新年纳于庆 佳节号长春 这幅对联 因为两个巧合 被民间相传 是王国预言之作 宋灭了后蜀 新任成都太守 叫吕 庆 更巧的是啊 宋太祖定自己的诞辰 为长春节 新年纳于庆 佳节号长春 于庆 长春几个字啊 都在春联里出现了 仿佛梦常 遇见自己成了 王国之君 好神奇啊 陶福是陶木 对 进入宋朝后啊 文人们开始争相 在陶福上提春联 提春联之风 逐渐流传 王安石的 元日诗中写 暴竹声中 一岁除 春风送暖 入图苏 千门万户 同同日 总把新陶 换旧符 就反映了 每到除夕之日啊 家家户户挂 陶福的盛况 那为什么不像现在一样写纸上呢 写在纸上的春联啊 要到明朝才有啦 我饿了 我也是 孩子们啊 帮奶奶去做饭 我们吃饭的时候 再讲故事 好啊 拉奶奶 让我来吧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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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